社团法人中华民国陆军官校正57期同学会成员们 卸下军职后仍积极的服务社会 日前由韩玉平理事长、协同秘书长等人 洗手花莲、文姓家族共同捐款9万元 透过健安厢公所仁爱基金来帮助关怀弱势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陆军官校正57期同学会 是非盈利社会团体 他们积极投入公益慈善行动 理事长韩玉平特别带来善款 益助吉安仁爱基金 我们有花莲同学像张光强 他是发起人 所以我们全体同学都配合 很高兴参与这项治政的仪式 这主要的仪式是因为在花莲遭受到地震跟风灾 然后产生了很多的一些损失或者是损伤 那我们想说借由同学会的一点点散举 跟爱心交我们募集的十万块钱 然后四万块是给吉安厢公所 然后六万块是自贞给花莲县政府 透过县政府将我们的爱心 广泛的运用在我们花莲的需要的百姓身上 同时花莲在地社团温馨家庭也协力捐款赈灾 因为此次我们花莲经过零四零三的地震 以及凯米风灾造成多数灾民的损失 我们温馨家族成立了六年 就是想帮助我们这个弱势的家庭 然后这些灾民 所以我就发起来邀请我同学 跟我们的温馨家族来做 抛砖引玉来广泛的希望社会大众来帮忙 来捐献捐献 前厂长游淑贞感谢社团的爱心益助 并且强调会妥善运用每一笔的善款 让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受到帮助 感谢远从台北高雄陆军官校第57期的理事长 带着我们过去在国家保家卫国的退役军人 来到吉安献出爱心 也谢谢我们温馨家族来牵起这一份爱与关怀 长期在吉安为我们的弱势家户 跟个别的一个疾难救助户来作为一个整备 从仁爱基金的运用跟执行 我们都是以最迅速到位的一个救助力量 来做好各个善心人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爱与关怀 所以吉安香一定会善尽职责 做好每一天的防护 以及每一个家户的这样的一个温馨 还有最重要的及时的准备到位是必须的 居住一会前相报导